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我们种上去的这个毛好好的去顾它的话 所以好好的顾它说不要等到刚种上去的时候 就做一大堆破坏或是不当的一些清洁 要配合我们医生的一些医主来照顾 但基本上是头两周是黄金时期 那基本上它已经如果两周 它已经稳定在那边的话 它就OK了 它基本上就不会就是跟着我们的一般的 这所谓的毛囊的一些生长的一些周期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是取头发过来 种在胡子的话 那它的生长周期当然相对而言 当然就会比较长 它会跟着我们头发的生长周期而走 那可能就会它刮胡子的这个次数 可能就稍微会比较多一点点 那再接下来一点就是说 自我的保养其实是最重要的 举例说明好了 我们用到不当的刮胡刀 刮胡刀没有定期做清洗清洁消毒等等的 这都会使我们的这个皮肤受伤 或者到俊落的不平衡 造成所谓的恶毒的感染 造成所谓的毛囊炎的一些产生 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种上去的毛 要好好地照顾 它其实基本上跟我们原始在那边的毛 其实我们的照顾的方式是一样的 还是要从好的一些日常的生活作息 好的一些饮食习惯来做配合 那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生长的毛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